第十題 啤酒瓶上標示的酒精濃度是4.5% 百分比VOL 所以下例就是會有正確 這裡的所謂的VOL的意思就是 它講的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體積百分濃度如果是100 百分之1的意思就是 每100毫升的酒裡面 會有一毫升的酒精 會有一毫升的酒精 這就是所謂的體積百分濃度的意思 所以呢 A選上是錯的 他講的是體積百分濃度 不是重量百分濃度 他講的是每100毫升裡面有多少毫升的酒精 所以不是質量 所以B跟豬呢也都是錯的 那麼我們的是4.5% 就代表我們的100毫升裡面呢 會有4.5毫升的酒精 那麼現在是1公升 1公升是1000毫升 所以1000毫升就應該是有45毫升的酒精 所以呢 我們的C的選項呢是對的 所以呢 我們這一題呢 答案呢應該選擇是C 每1公升的酒當中含有酒精45毫升